女孩拥有超强异能,心跳过快就会全身带电,曾经把全班的同学给电晕,本期立刻带来电影《电击女孩》。 在学校里头,阿鹏属于不起眼的小人物,又矮又丑得他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。 阿鹏心中藏着一个暗恋对象,他就是校园啦啦队的队长小米。 每当阿鹏与小米四目相对,他会紧张地待在原地,说不出话来。 阿鹏喜欢画漫画,他时常会将心中的幻想,用漫画的方式勾勒在本子上。 阿鹏随身携带着漫画本,期待有一天能成为小米的男朋友。 无奈天意弄人,阿鹏不小心把漫画本当成作业交了上去。 原本这不可告人的小秘密,一时间变得全校皆知,看过漫画后,感到羞愧难当的小米,直接拿起漫画本砸向阿鹏。 毕竟里头有太多不可描述的情节。 经过对同学的询问,阿鹏得知小米之所以会拿到漫画本,是因为女同学小梅当成作业无发了, 于是阿鹏去找小梅理论,结果却意外被电飞。 原来小梅拥有超强的异能,从小时候开始,只要受到惊吓或者情绪激动,造成心跳过快,她的身体就会产生电流。 小梅曾将全班的同学电晕,导致她被迫不停地转学。 但不知情的阿鹏却以为小梅随身携带放电物,为实施报复,阿鹏专门画了一幅放电女的漫画,并分发到每个学生手上。 小梅无意间看到漫画,不想秘密被曝光的她急忙找到阿鹏,结果阿鹏却一脸得意,因为她知道小梅的另一个秘密。 原来小梅偷偷暗恋着学长费母,秘密被拆穿的小梅心跳再次加速,而阿鹏也再一次被电飞。 看着小梅难过地跑开,阿鹏深感抱歉,她开始从同学的手上回收放电女漫画,并放到一起烧毁掉。 见到这一幕的小梅也原谅了阿鹏之前的举动,顺带解释了身体会放电的原因。 阿鹏没有因此疏远小梅,反倒愿意跟她结成朋友。 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。 阿鹏和小梅互相都知道各自暗量的对象,删了一番后两人决定互相帮助,让对方能追到自己喜欢的人。 这天小梅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,引起费母的注意,费母邀请她一起参加接力跑步赛的训练。 一脸娇羞的小梅一口答应,训练当天小梅展现出非凡的跑步技能,获得费母的认可。 她尽量压制心跳速率,不愿让男神察觉到不对劲。 另一边,阿鹏费尽心思,希望讨得小梅的欢心,默默为拉拉对劲绵薄之力,帮助小梅排油劫难。 但阿鹏的舔狗行为并没有得到小梅的好感。 反观小梅和费母越走越近,关系从陌生人变成常在一起训练的朋友,费母还主动与小梅出来约会。 当天大雨磅礴,小梅与费母被困在操场,本来独处的时间挺美好的,结果小梅却突然跑来送伞原来暗恋费母的不止小梅一人。 作为拉拉队的队长,小梅早已喜欢费母许久,但小梅并没讲出口,送完伞后,她便独自离开。 而费母本想向小梅告白,结果由于小梅太过紧张,在家让了下雨天气,踩到水面的费母意外出电,躺在地上抽搐。 小梅见状赶紧跑开,一脸伤心地回到了家中,躺在房间里哭,亦能让小梅无法与费母近距离的接触,她开始痛恨身上的电流。 而阿鹏得知情况后,立马跑到了小梅家里,运用超强的美术工地,连夜赶出一套漫画,以此来安慰小梅。 阿鹏告诉小梅,只要互相真心喜欢,即使身体拥有电流,对方也会主动靠近的。 受到阿鹏的劝慰,小梅逐渐振作起来。 隔天,同样喜欢费母的小梅,耍了点小心机,她偷偷把小梅带到偏僻处,并叫来啦啦队的成员,想偷偷叫醒小梅一番。 好在阿鹏和费母及时赶到,小梅才躲过一劫。 小梅向费母坦漏事实,表示身体会自带电流,而费母知晓后不但不介意,反倒还对小梅说出告白的话语。 小梅顿时感到受宠若惊,随后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阿鹏,可阿鹏听完后却露出强颜欢笑的表情。 原来经过频繁的相处,阿鹏绝点喜欢上了小梅,毕竟一难一女待在一起久了,自然是日久生情。 之前她会喜欢上小米,只是因为对方的外表出众,属于幻想中的爱情,舔狗行为不算真爱。 在运动会当天,阿鹏鼓起勇气向小梅表露真心,而小梅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,她意识到自己似乎也喜欢上了阿鹏。 最后两人的身体慢慢靠在一起,虽然成为了情侣,但阿鹏却有了新的烦恼,那就是要如何跟会放电的小梅谈恋爱呢? 山盟海誓的诺言如同虚幻的假象,日复一日的陪伴,经过时间沉淀的爱情,才可细水长流。 童话般的爱恋固然引人向往,可为此丢弃尊严,实为不值得。 或许明天世界会迎来末日,等那一刻来临,我希望能握住新少人的手,一同复死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雷歌,远作登展。